教宗在主寿洗節為33名嬰孩付洗 大家好 歡迎收看鹽宇光電視教會透視節目 我是梁樂妍 1月11日主寿洗節的早上 教宗方濟閣在西斯丁小堂為33名兒童付洗 在33名接受洗禮的兒童當中 分別有20名男孩和13名女孩 教宗說藉著洗禮 我們成為教會身體的一部分 我們就是基督徒 在這個身體之中 在這個女徒的子民當中 信仰是代代相傳的 這是教會的信仰 這個情景實在美麗 我們要將這個信仰的蠟燭 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 天主擔憂他的孩子 有如父母親 他擔心孩子是否有足夠營養的食物 而天主想給我們營養的食物 就是祂的聖言 祂的話使我們成長 使我們在生活中結好果實 所以身為父母、代父母、祖父母、叔叔和嬸嬸 祈求祂教導我們維持家庭 好使這些孩子 在天主聖三的氣氛中長大 祈求聖神帶領他們前進 最後 教宗提到聖母瑪利亞 祂教導我們向聖神祈禱 並根據聖神而生活 一如耶穌 教宗祝願 聖母永遠陪伴孩子和家人的旅程 1月11日主壽洗節 教宗方聖閣在三中經祈禱中 呼籲聖伯多禄廣場上四萬名朝聖者 為祂前往斯里蘭卡和菲律賓的旅徒祈禱 祂在1月12日展開斯里蘭卡和菲律賓的牧靈訪問 教宗引用馬爾谷福音第一章11節說 隨著耶穌的洗禮不單止天打開了 還有天主從天上的聲音地說 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 耶穌成為人的天主子 明確的聖言 亦是聖父想告訴世界的事 只有傾聽、跟隨和堅爭聖言 我們才可以充分活出信德的經驗 其種子在我們領洗的時候 已經放在我們內心 聖神有如甲子的形式降在基督上 要給主聖化 開展祂為全人類的救贖使命 聖神給予耶穌生命和力量 同樣的聖神在引導基督徒生活 在聖神的行動之下 我們活出基督徒的使命 這些是我們在洗禮時得到的恩寵 即是要有一份使徒勇氣 占聲世俗的誘惑 聖神引領我們將福音帶到地極和社會 世界成為天主在眾人中的居所 而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與天主子相遇 經歷所有祂的愛和無限的憐憫 我們可以在聖時中與主相遇 在我們的兄弟姊妹的面容上 尤其是窮人、病人、被監禁和難民 他們是受苦的基督 亦都是天主的肖像 最後教宗懇請大家以祈禱 陪伴祂前往斯里蘭卡和菲律賓的旅途 1月12日起 教宗將出訪斯里蘭卡和菲律賓 本台將作出以下直播 1月13日星期二 加東時間晚上十點 加西晚上七點 直播教宗方濟閣 拆封珍福約室瓦斯神父為聖人典禮 1月15日星期四 加東時間晚上十點 加西晚上七點 直播教宗在馬尼拉聖母無縣罪主教座堂 與當地主教及斯鐸舉行微殺 1月16日星期五 加東時間早上九點 加西早上六點 直播教宗在獨魯曼機場主持微殺 1月17日星期六 加東時間早上九點 加西早上六點 直播教宗在柏洛主教座堂 會見當地主教及可現台風行存者家庭 1月17日星期六 加東時間早上九點半 加西早上六點半 直播教宗在聖多麥大學會誤宗教領袖 更多資料請瀏覽sortanite tv.org slash Chinese 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再會 中文字幕提供